长滨老街新风貌形象商圈营造计划 特别将艺术导入邀请艺术家 以气味且融入圆明文化为调性 在六个地点进行创作 同时透过专业辅导团队改善长滨商圈 37间特色店家 包括设备天过、空间应用优化等 本来是那个直接就看到柜子 然后看到里面 就是有这这个就觉得看起来 比较干净的感觉 对 这样也能够吸引客人 对游客 陈类这个产品 都做这个价值量 牌甲比较好看 还有外面 要做砍棒 砍板什么都有做 像外面砍板都有做 那做了之后会比较好吗 要改善过因为差很多 人家来看的好看 营造计划主要希望让长滨大街 拥有独一无二的色彩 制造观光话题 吸引游客前来体验 参观 创造未来在访的可能 政府目前都一直在希望能够地方改造 商圈改造 那我们长滨箱也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改造 能把我们长滨箱这一条老街能够改造起来 那主要也就是说可以促进我们地方的经济发展 不过商圈改造计划受到乡亲们的质疑 借到店家门面改造并未明显呈现 部分艺术作品装置地点也不妥当 担心影响停车等问题 虽然这次可能没有看到有整条街有做相关的改善 那不过我们这边还是尊重店家的一个需求 不会说因为这次的那个改善整个是一致性的 那都会透过店家这样的需求 我们希望还是保有原来的那个风貌 公所也表示尚未完善的部分将会再争取经费 希望将老街营造得更好 原始新闻发布了台东厂B采访报道